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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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动好吧 你干嘛呢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啊 给你钱 你谁要凭什么给你钱啊 你就行动好帮帮我吧 我都几天没吃饭了 你给我点钱 我想去买点汁的 你可真有意思 你几天没吃饭了 关我什么事啊 我凭什么帮你啊 不知道不关你的事情 你就帮帮我吧 我说了我不帮 像你这种人啊最可气了 现在人最怕都是这个钥匙呀 这都一刷屋了 一个年都没钥匙 哎 五一了终于放假了 之前啊工作一直忙 没怎么回来 也不知道我妈 现在在家里过得怎么样 不过我媳妇说 我妈在家里挺好的 吃了吃了五一放假 过来看看 这种有不能钱 你下次又该偷了 哎哎哎小伙子 小伙子 妈 妈 快起来 哈哈哈哈 儿子你可回来了 你在这干什么呢 哈哈 我出来祈祷呢 祈祷 咱家也不欠钱啊 你为什么出来祈祷呢 哈哈 是烟子 妈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呀 到底咱干什么呀 我没点用 什么用 我的腿疼 您都不知道啊 都没药了 腿疼 你忍忍就过去了 那么多年 反正也是不好 你下次 我真不了呀 再说了 我这不是药的吧 这以后家里的薄呀 我就干不了了 说什么意思 威胁我呢 啊 我没有 还说没有 你说你那么大岁数了 你怎么那么娇气啊 你看一张不就过去了嘛 那钱是大不过来的 燕子 这话不能这样说呀 你看 这墙子不是在外面挣着钱的吗 只在走的时候也跟你说了 让你好好照顾我 哼 你拿你儿子来压我呀 我告诉你 现在你儿子不在家 这个家伙当家做主 我就不给你钱 我看你能帮我怎么办 燕子 你怎么能这样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是吗 你赶紧给我走 让我没发火 要不然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走 还想花钱 走 燕子 回来了 怎么了 你又给我一点钱吧 我没有钱 你怎么没有啊 我都看到你拿这钱呢 你看到怎么了 这钱钱我花的 我凭什么给你花啊 我也 我也不买其他东西 我就是想买点药 你想买药 那钱你自己想办法 自己扔去 是我的生理本来就不好 我去哪挣钱呀 你挣不了钱你就不干 你给我扛掉 要不然你就去死 燕子 你说话是不是太过费了 这外面的人知道 人家不笑话你啊 人家笑话我 人家谁来笑话谁笑话 我不在乎 我告诉你老太婆 你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自己 毕竟收益给我挣钱 还想让我拿钱养着你 你想什么呢 燕子 你自从家进我们家 这妈对你多好呀 这妈也不要求什么 我只想着 她没点药 你想买药是吧 行 我给你想个办法 你等着 给 这 这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 你不是非爱装的可怜巴巴的吗 拿出你那个可怜劲 出去给我要钱去 我告诉你 一天要是要 给我来几百块钱 你饭就别吃了 让我出去吃饭呀 干嘛 先丢人了 先丢人了 你也得去 这个家 是我出的算 燕子 这现在家里两个人都没有 我给谁用钱去啊 你怎么知道没人 那你不会往人都能丢上去 你怎么这么多话呀 我 我不去 你不去 你不去 你不去燕子去 要不到钱你就别回来 去 燕子 走 燕子 什么 不可能啊 我每次给燕子打电话 她不是说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吗 儿子 她都是骗你的 燕子也太过分了 妈 跟我回家 走 来 妈 慢点 儿子 再不过走了 我让你看看 燕子 她家是最不对我的 行 好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 啊 燕子 今天 这外面没有人 没有人 谁 你骗谁呢 我没骗你 真的 今天放假 你跟我说外面没有人 我看你啊 就是故意的 你今天吃饭不想吃饭了 我没有 还没有 你要不就是脾咬了 我说的话 你不听了是吗 燕子 你千万别打我了 我这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我的生日受不了呀 你真的是老的不忠用啊 你活那么大岁数干什么呀 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呀 燕子 我放你 住手啊 燕子 你干什么呢 小子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回来了 你 这是太过分了 我妈这么大年纪了 你这么能就在这儿了 我 我跟妈闹着玩呢 有你这样闹着玩的吗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我回来的路上 妈在路边祈祷我妈 妈把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了 你还在这儿端呢 没有 妈你怎么瞎端呢 还瞎说 到现在了 你还狡辩呢 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 我妈心里本来就不好 你答应我答应得好好的 在家里啊 一定不能把妈照顾好 你就这样照顾她 燕子 你好好想一想 我妈对你哪一点不好的 咱们两个刚结婚的时候 你生病了 是我妈穿建方位的照顾你 还有你坐月子 生孩子 都是咱妈 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 我妈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都是仅仅你先吃 家里的家伙啊 也没让你干过 只是她现在年纪大了 你觉得她不重要了是吧 竟然还这样对她 燕子 你还有良心吗你 咱们也有孩子 你也有老的那一天 难道你就不怕 以后咱们的孩子也学你这样 到时候让你出去祈祷 你心里什么滋味啊 强子你别说了 我知道错了 现在知道错了 我告诉你 你已经晚了 算是我瞎了眼 把你娶回了家 我告诉你 咱们这日子也别过了 咱们两个离婚 你现在过滚 强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也给我离婚了 妈 我也不该那样对你 你放心我以后会好好对你 你现在再给我一次机会 别让强子给我离婚好不好 强子 你看燕子 他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他吧 妈 多多这个师父了 你怎么还要为他说话呢 儿子 你别说了 你看燕子 他也知道错了 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毕竟 你们两个在一起 也结婚那么多年了 还有孩子 不能因为我 把这个家给散了呀 可是妈 妈 现在 看老名 你都这样欺负妈了 妈还为你说办吗 都知道错了 我以后会好好对妈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那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以后 你要是敢再欺负妈 我受不了你 好 妈 你肯定还没吃饭吧 我就给你做饭 这个气死我了 妈 对不起 都是我在外面 一直都忙着工作 没有管过家里的事 我以为 他会好好对你呢 没想到你在家里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想到以后也不敢了 你放心 以后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好 儿子 知道了 我扶你回头休息去 我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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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扶你 只能来 我扶你 不够 谢谢大家